一年前美国零售巨头Walmart的一个人事异动 引起了市场高度关注 就是聘请一位曾任职许多设计公司 Ideal, Frog, Pentagram 以及消费电子品牌三星的设计师 Valerie Cassin 担任Walmart首席设计师 为品牌打造线上线下一致新的体验 引领Walmart走向未来零售 过去一年来 它成立的160人设计团队 做了哪些创新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交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凯西 每日商业不只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网络社团可以一起交流跟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链接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道来源是 2020年3月9号由杨诚心所撰写并刊登在未来商务产业焦点官网的文章 为什么一家实体零售的营运需要首席设计师介入呢 他负责的工作又是什么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以前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零售产业的轮廓 美国电商龙头亚马逊 凭着多样化商品选择 智慧推荐 送货到骨 全平整理的价格 成为美国第一电商 对实体零售商来说当几乎所有商品都能在网路购买时 过去借由商品成立来展现的市场区隔实体店优势 实体店面、电子商务及运营系统 当时的Walmart有太多的服务体验 可以说是完全不一致 以Walmart药局为例 药师所使用的客户管理系统、药品管理系统和消费者端看到的Walmart药局APP 居然是完全不同的使用者界面 Casey的任务之一正是统整这些不一样的体验 对此Casey打造了一套设计语言的样板 套用在Walmart将近200个数位服务上 由于这些电脑系统与行动APP同时涵改员工与消费者的使用 因此可以借此传递Walmart一致性的体验与形象 Casey曾对媒体公开指出 当设计的外貌、感受与使用行为都相同时 顾客会更容易理解并认同这个普台 Casey为了把新一代的零售体验推升到最佳化的状态 还特别成立了一个高达160人的设计团队 其中的成员包括电脑科学家、传统设计师等 201专才一起吹声各种新点 无论是经济服务或生鲜杂货 都能得到这个团队的支援 一年后Walmart宣布投资110亿美元 大局打造500间的实体店面 全面导入科技应用 除了购买1500台地板自动清洁机 300台自动货架扫描机器 1200台自动卸货机等 另外还加码了增添自动化的许货机台 让消费者在网络下单后能在指定地点 透过自动化的机台自行取货 此外因应一些特殊的消费情境需求 提供更隐私更安全的环境 比如在药局部门增设独立的咨询空间 让消费者可以自在 而且放心地询问病症与解放 我们把实体店面当作一个连接点 然后用顾客想要的方式来服务他们的需求 Walmart认为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 决定每一次的采购 是要上网订货、到店取货 或走进店内浏览商品摘配倒数 无论如何Walmart的目标就是要创造愉快 而且方便的消费体验 多久前Walmart在美国、纽约州来维顿的 未来商店概念体验店《城市露脸》 这个用来作为型科技在真实世界应用的实验场所 如同亚马逊的无人商店Amazon Go一样 在高高的天花板上架满了数台相机镜头 不过这些AI相机并不是用来追踪消费者买了什么 而是专注于货架上的货品管理 比如哪些商品没货了 又或是哪些生鲜商品在货架上待了太长的时间等等 如此一来后勤捕获人员就能省去走动巡货的时间 直接得到货架变更资讯 而且加快了工作效率 此外Walmart未来商店还设立了未来科技体验专区 举例来说领头设置了一道互动场面 AI系统展示人体定位的技术来与消费者互动 目的不是为了要消费者对Walmart的科技应用感到赞看 而是希望提供消费者一个接触新型科技应用的机会 进而消除一般消费者对未来科技的恐惧和距离感 比如店内设置的一道互动场面 就是希望藉由自然的互动方式 让消费者亲身体验AI人体定位技术 目前在这间5万平方英尺的未来商店里 共有100个员工在店内协助营运 主要概念来自Walmart的零售科技不滑气 Store No.8 Cassie说 这个角色最有趣的是 让实体店与数位连结设计新的体验和服务 从线上或APP开始到行动装置、语音助理等再到实体店面 都要有一样流畅的用户体验 这可是设计师的灭盘境界啊 整体来说Walmart在积极打造各种零售体验的过程中 不仅展现了要在未来零售这条路上 持续领航的企图心 更重要的是不在于成本管控著名的企业自居 这些突破让Walmart的创新变得没有包袱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点击我们的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享乐世界的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拜拜!